9月7日 一人林佳欣在伊斯卡尔顿酒店 出席代言的雪基金护肤品活动 林佳欣一身蓝色领域群 惊险女性魅力 显显淡淡的微笑令人心生暖意 她表示自己平时很懒化妆 只用简单有效和适合自己皮肤的护肤品 需要一些非常好的保养品 或者一些粉底的产品的系列 非常容易用 又容易找到她撬门 然后又可以让我可以马上 立刻变成非常有光泽 很亮眼头亮 那所以我是一个化妆大的懒人 嘉欣还透露两个女儿对化妆品也很好奇 有时也会拿自己的腮红和口红自己涂 也许这就是女孩子天性就爱美丽吧 像我今天洗澡的时候 她在我的抽屉里面 就自己拿那个腮红自己涂 自己涂口红 然后问我这个是什么用途的啊 眼影啊怎么样 自己去自己在那边涂在那边玩 那我也觉得也无所谓 因为小朋友就是女孩子嘛 天生先天就爱美丽嘛 夹心本月底将到内地为电影跑宣传 而年底也会在香港 跟日本青年画家合作举办一个画展 是一个日本的很年轻 刚刚满三十岁的一个画家 然后跟他合作还蛮好的 对所以很期待带来香港 跟香港观众的呈现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